比较这个地方日期就不用再填了 那比如说下面的一个 比如说Enjoy 这个日期的话假设是五天按输入 那各位可以看到干脱图又多一笔了 往后而且不会重叠到 不会重叠 那另外的话也是一样 假设我又在 那你会发现前面这个日期呢 它又会一直往后累加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就可以做一个行程安排 日期的话再加一个输入 OK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又往后 也就是说呢 它不会有重叠的地方 一直往后 那另外呢 这个出现的这个干脱图 这个颜色也不会一样 那这个颜色呢 我是用那个所谓乱数 乱数跑出来的颜色 那会有个起始跟结束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可以做一个行程安排的动作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界面部分呢 是上面需要做哪些动作 首先的话呢 日期部分呢 我就输入一个预设的日期 那底下的那个工作名称跟天数 我想各位自行把它增加进来 里面的话呢 会需要哪些呢 首先的话 我这个地方工作名称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工作名称 我自己加上去 我可以从哪里呢 资料验证里面 资料验证里面可以看到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有教过各位 就是说你可以从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假如说你要做一个固定的选单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呢 找到这边可以把它改成清单 那相关的这个讯息 因为我都蛮固定的几个项目 那我就直接把它写在来源里面 来源里面包含就是 比如说我Excel VBA Enjoy Autopay等等的这些项目 那我中间再加一个逗点就好了 那就把这些清单呢 写到这个地方来 那再来就是说呢 除了这个工作名称之外 天数呢 我这边也增加了 这个天数部分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用那个资料验证里面呢 就1到9 比如说有最多我到9天 那给他一个清单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让使用者 去用选的 而不是用打的 如果要打的话 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OK 那这边的话 其他还有增加三个按钮 输入 清除 检视 那至于程式怎么撰写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开启 那个范例第22题 这个地方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